牛排店中卫生局人員 来回穿梭徘徊 忙着臭样财政 因为竟然有民众 吃饭吃到一半 插点吃下控不加料 一只完整的蟑螂尸体 卡在俗皮上 触脚还浸泡在浓汤里 胃口瞬间倒光 民众直呼离谱 蛮恶的啦 一个餐厅应该要卫生一点吧 这样就不太敢吃 新北树林一间吃到饱 连锁牛排店 平常生意火爆 经常大排长龙 一名女网友颇文 和家人来庆生 拿了一碗酥皮浓汤 咬了几口觉得很奇怪 才发现这口感不是酥皮 竟然是家料小强 食欲全销 立即向店家反应 没想到业者不但没抱歉 最后仅说免服务费 整锅汤也没替换 继续提供给其他消费者食用 结账时还和他们说 之前就和店员说过要注意了 让他超傻眼 原来这不是第一次发生吗 痛批食安出问题 新北卫生局接获通报 紧急派员前往勘查 查获到这些卫生部 不佳的一个情形的话 命令业者限期改正 如果经过复查不合格的话 除6万到2亿元的罚还 业者不愿回应 而卫生局强调将会加强击查 做餐饮 最将就卫生 吃下毒的东西 藏着小强尸体 恐怕已经让消费者产生阴影 重创伤欲 记得周天杰范雅乔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